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常说一个知人图报的人才是天底下最富有的人 你可知道动物却比我们更懂得感恩 近日有一则八旬老太去世六只天鹅坟前祭祀的骑士 实在是太令人震撼了 一个老太太突然去世 她生前救助过的一个天鹅 竟带着全家集体送葬 而且还会到坟头祭祀 六只天鹅集体送葬 坟头惊现神奇一幕 这件事情发生在乌兰查部的一个村子里 多年前一位心地善良的高奶奶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看到一只天鹅躺在路边 走近一看原来是天鹅受伤了 老奶奶心生怜悯 便将天鹅带回了家里 一日三餐如同亲生儿女一般照顾 天鹅每次看到老奶奶 都会高兴地围绕在她脚边蹭蹭 就好像在感谢一般 过了很长时间 在老奶奶不断地细心照顾下 天鹅的伤养好了 老奶奶就把她放生了 谁也不知道她究竟飞到了哪里 时间慢慢地过去了 老奶奶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前段时间 85岁的她突发心脏病 离开了人世 没想到葬礼当天 老奶奶养的天鹅竟然前来送葬 院子里突然飞来了六只天鹅 其中一只在院子里左顾右盼 竟然直接飞进了屋里 这可惊呆了村民们 谁知天鹅一点都不害怕人们 还流下了眼泪 要知道 当地的自然条件不可能有天鹅生活 天鹅为了送一送恩人 也不知道飞了多长时间才来到这里 更令人神奇的是 天鹅竟会时不时地飞到老人坟头 前来祭祀 一时间 这件事传遍了整个村子 大家纷纷表示 这天鹅也太有灵性了 天鹅送葬的事情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万物与人一样都有灵性 近代道教先贤 报铺子葛洪说 山水草木 井造乌池 游街有精气 人身体也有魂魄 况天地万物 支支大者 于礼当有精神 世界上什么都不珍贵 只有生命最珍贵 每个人在遇到生命危险时 若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即便付出一切财物 地位 名声 也会愿意 而这样宝贵的生命 不仅仅是我们人类拥有 其他众生也拥有 佛说 万物皆有灵性 愿所有人都能善待 帮助我们身边的小动物 多行善事 戒杀 放生 功德无量 还有其他的故事 无一不表露着 动物于人的亲近 比如下面几个故事 男子突然去世后 二十一头大象 含泪下跪 送别恩人 十多年前 男子与妻子在南非 解救了二十一头大象 有一天 男子患心脏病 突然离世 妻子痛心大哭 没隔一会儿 屋子外头传来一阵阵 哀鸣的声音 妻子打开门一看 二十一头大象 竟全部跪在门口 流着眼泪 望着妻子 好像在说 别怕 我们来送恩人 最后一程 主人葬礼 白马痛哭哀叫 在巴西 一男子车祸去世 在葬礼上 男子养的马 突然哀嚎 摆头 踩踏 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匹马 慢慢地走到棺材 闻了闻 便不停地 嘶叫 哀嚎 然后温柔地 把头靠向棺材 在场人都感动地 流下了眼泪 虽然他不会说话 但他的行为 胜过了一切语言 主人入土时 猫咪想把主人挖出来 人们总说 猫比较冷淡 但是有一只猫咪 在主人过世 入土那天 一直趴在坟头 他想把主人挖出来 他想再蹭蹭主人 他无法理解 曾深爱他的主人 怎么就这么走了呢 狗狗每天守墓 三个月后 死在墓前 前段时间 有人分享了 身边的故事 村子里 有个老人去世后 他生前养的狗狗 每天都蹲在墓碑前 不吃不喝 独自哭泣 三个月后 狗狗跟着老人 一起去了 老人的孩子们 早就在远方的城市 安了家 陪伴在老人身边的 就只有狗狗 他们每天一起溜弯 一起发呆 不久前 老人去世了 子女回来 把老人安丧后 想把狗狗送人 可一向乖巧的狗狗 开始疯狂地乱叫 好的不见踪影 子女们 料理完后事 走了 几天后 人们在老人坟前 看到了狗狗 狗狗每天 都会在老人坟前哭泣 有时候 也会亲吻墓碑 三个月后 当人们发现狗狗时 他早已死去 好心人 就把他埋在了 主人的旁边 知恩报恩 心存感恩 菩萨 护佑 家道 兴旺 动物与人类的故事 让人不禁 流下了眼泪 动物尚且拥有 感恩之心 知恩 报恩 更何况人呢 佛说 心有多少恩 命里就有多少福 心中有多少怨 就有多少苦 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一定是一个善良的人 一个胸怀弱骨的人 一个心地成名的人 懂得报恩 佛菩萨才会护佑 才会遇到贵人 一个人懂得感恩 福报慢慢就会来 只有懂得感恩 才会有一切 实时感恩他人的人 心中没有傲慢心 没有分别心 没有慈悲与大爱 心心念念 皆是众生 不以别人的付出 为理所当然 懂得感恩的人 自然能吸引更多的人 愿意相助 也能得到更多的敬重 这些都是懂得感恩人的福报 越是懂得感恩 福报越是无尽 人活一辈子 切记这八种恩情 永不能忘 父母养育之恩 欲显救命之恩 粮食培养之恩 伯乐推荐之恩 指点迷惊之恩 上司提携之恩 疾难相助之恩 朋友滴水之恩 有恩必报者 天眷顾 忘恩负义者 天不容 一切万法 皆由心生 心才是我们的本源 常怀感恩之心的人 心存善念 处处想到的都是利他 就犹如在自己的心中 点亮了一盏灯 既照亮了自己 也照亮了他人 可以这样说 一个人的心中 拥有多少恩德 他便可以拥有多少福报 要知道 你怎样看待生活 生活就怎样回应你 少一些抱怨 他只会使你堕落 多一些感恩 他能使你昂扬 天是众人的 他不会只把雨点 洒落在你的身上 懂得感恩 是一种能量的转换 心中只有阴霾 阳光也会被遮挡 心中多一些阳光 阴霾迟早要散开 人生本是一场空 来时一丝不挂 去时一缕青烟 看淡人生 才会看淡名利 看淡名利 才知道人生该珍惜什么 高尚的人心中 都是高尚的愿望 卑劣的人心中 竟是肮脏的想法 你的人生 和你今生所欲之人 全部取决于你自己 生活不尽人如意 也别急着抱怨 因为能改变这一现状的 只有自己 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同 所不一样的是人的心 所以你是谁 就会遇见谁 而你的小小改变 就会像那煽动翅膀的蝴蝶 看似不值一提 却能带来不可思议的结果 人生的美好 不是站在未来某处等待着你 而是需要你去努力靠近 人这一辈子 幸福的关键就在于 能做好自己 生活不满意 不要紧 低头看看自己的不足 努力做到 再好一点 前方不远处 就是你触手可及的幸福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参与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